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8日 星期日 香港的疫情繼續升溫 昨天錄得8457宗確診 72個重症 12個危臺病人 進入了 ICU 包括兩個嬰兒和兒童 其中一個17個月大的男嬰 昨天發燒 4 支抽搐 曾經短暫停止呼吸 送去醫院核酸情養性 並出現私敲症狀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說 男嬰同日接種過科興疫苗 但是專家覺得 男嬰早已感染COVID 相信與疫苗無關 這班人真是畜生之中的畜生 我跟你們說 26歲的男嬰曾經短暫停止呼吸 立即送去人際急救 其後轉送馬吉列醫院的深切治療部 男嬰入院時核酸測試呈陽性 CG值23.6 並發現私敲症或處方藥物後 已經沒有抽搐的情況 電腦掃描亦正常 現在情況嚴重 衛生指數穩定 劉家憲說 男嬰昨天接種了第一劑科興 但是馬吉列醫院的傳染病專家就說 男嬰在接種疫苗前已經接種了COVID 相信與疫苗無關 現在醫護人員正在密切接觸著男嬰 關切他的情況 並持續為他進行檢疫措施 處方瑞德西偉抗新冠病毒藥物 男嬰說男同的家人情陰性 好 講到這裏 劉家憲就說問句話 即是他說 他說 如果兒童盡早接種疫苗 能建立提早的免疫力 減輕新冠病毒的症狀 和減低患思考症的情況 他再次呼籲要帶兒女盡早打針 減低重症的呼籲 減低重症的機會 同日打了一支針 你和我說 不關事 不是 好吧